哈囉,現在室外23度,晚上在下雨 然後台南今天算暖和的喔 今天算很溫暖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會不會覺得冷 二十多,可是過兩天聽說寒流又要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會檢查整間店裡面的加溫器 都調到需要調的溫度,然後順便 有的,我都會跟員工說 台灣年輕人說手蜂蜜,你如果覺得這支 白人的溫度比較燙,這支是冷的,就是加溫器判去 如果加溫器判去,我們才會學 像這一支,這個就是舊款的 然後你看它電線這麼短,這一支其實沒有壞 但是,你看,現在的問題來了,在這裡 它電線這麼短,在這裡 然後靠腰外延長線在這裡,你看 你看,它要洗過來 啊我如果真的好,我現在在這裡倒的 齁,然後這裡 你娘,這支說這樣 你知道嗎,掉在這裡,這個就很尷尬 你到時候換水的時候,又要記得關掉 不然有時候,會把外面那個塑膠套燒到壞掉 所以這支 算了啦,它還沒壞 但是我,我就不要用了 我還是用這個啦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那個時候 海王的加溫器除了定做以外 電線加常的用處就來了 你看 剛剛那個電線那麼短 你看這裡 這樣跟多60公分 有沒有,差在哪裡 你看 我現在一樣用這支海王的 下去 延長線 這個插頭給它裝著 齁,然後你看喔 綠色是電源 紅色就是加熱 齁,假設我開26度 它現在就開始加溫了 因為現在室溫23,你的水溫大概24 而已 因為室溫的話,魚缸的水溫有馬達什麼 通常我可能會比室溫高個1度啦 那現在這缸我就給它定26就好了 像這種魚,有時候我們不會墊太高 因為第二個是我們墊魚太多 每一缸都加很高的話 太多了 你看 現在我用這支 它的電線就可以長到 我可以把這個電線,你看 我可以把加溫器 好,這支就可以休息一下 我可以把加溫器協躺在水底 我如果等一下 像這樣齁,電線要拉 電線向後面 齁,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加溫器協躺在水底 齁 我待會再加過這個過濾盒的後面 加溫器就可以平躺 平躺的話有一個優點 你換水的時候不用去拔它 然後第二個 冬天的時候能不能換水 你魚缸的水摸一摸 再摸你現在要加的水 如果它的溫差是比較大的,你就加慢一點 然後有一個前提就是 加溫器讓它運作 加溫器,像我如果現在定26 我現在要換水 我會把它故意轉到28 然後28它是不是持續加溫 那你新的水進來 26度它掉到25度的時候 它就開始加熱 所以你就慢慢加,你的魚缸持續再加熱 這樣就不會溫差那麼大 你不能冬天的時候 28度的魚缸 你給它加18度的水 加完魚就會得白點 那如果有的話白點要也是可以買的 UV一下,因為其實一個冬天 不遇到白點我覺得有點難 那第二個是 這裡 就介紹一下我們海王加溫 這個瓦數大概就等於你對應的水量 70瓦就用那個 一尺半缸以下的 一尺半以上的就可以用200瓦 那三四尺缸的話 你就用400瓦 那個 寧願大不要小啦 就像你一個 一個客廳蒸冷氣 你可能一檔的 不夠力,你整個蒸兩檔的 你不要再蒸那個 一檔不夠力,再蒸那個 整個蒸兩檔的 它加到溫度到的時候,它就會常常休息 這樣子,它的交換器 受命反而比較長 這個很簡單 這一組的話就像這樣 它就是機械式加溫而已 它就是機械式加溫 然後你讓加溫器盡量平躺 尤其是水草缸不要插在角落 水草缸水流很慢,你插在角落 那個熱流上來 感應頭在上面就停機了 結果你的水溫就不平均 養魚的魚缸比較沒有這個困擾 那第二個就是 有一個雙保險的做法在這裡 這個空溫主機來了啦 其實我之前 很多的客人有訂 然後都,我就在等它到貨 為什麼我要等,因為這台有新的功能 就是 舊的機器 有出好的我就想要賣新的 然後它是原來那一台 我賣的那一台在改版 在升級的 所以一樣 安全耐用 這個我敢天再拍一個影片給你們介紹 因為它有多加一條那個 水位的 水位的 警報線 就是你換水的時候它就會自動停機 這一台,那就像這樣 你就 把它 插 欸這裡好了 現在你沒有插那個 感應線它就會一直叫 你沒有插那個 感應線它就會一直叫 好 它的警報聲音也重大 這裡有兩條 一條是感應線 一條是水位警報線 一條是水位警報線 所以它比 比人家一般還要多一條線 好 啊這個雙保險的概念 我在有一個影片裡面已經有講過了 齁 這個是你的設定溫度 這個是現代溫度 齁 設定溫度 魚缸溫度 對 可能加溫棒還要再插上去 這個就是主機齁 你主機 你主機 加溫棒要比主機 多高兩度 齁 萬一加溫棒故障的時候 主機可以管制那個 管制電源 它就不會讓 加溫棒一直加 啊 加溫棒本身有設溫度 萬一主機壞掉的時候 加溫棒加到 比如說你主機設28 加溫棒轉30 萬一主機壞掉的話 加溫棒加到30 就不會再加 兩個互相牽制 互相保護 這個就是雙保險的概念 這個主機台1500 齁 我改天會再拍一個 完整的影片齁 然後 主機跟海王的加溫棒一起買 我們會有送一個 液晶的溫度計 這裡四顆 四顆你可以挑一顆 都是250塊 四顆挑一顆 那我要跟大家講 加溫器的話 這一組其實我用了十幾年 然後後來我們跟他們訂做 請他用好一點的 這看來可以 電線加長 我們就賣這一組 齁 我跟你講那個 變平成馬 點會 我們都要追求比較新的 齁 因為他會一直不停的出 不停的改良 那加溫 加溫的話 用最耐用 最安全的就好了 齁 加溫不要標新利益 齁 有一些 像以前有出一個 加溫很大塊 齁 很漂亮的很大塊 然後裡面有液晶可以看 外面一個遙控器在那邊按 第一年出第二年消失了 你知道 奧足了 就是常故障 所以有時候加溫器不要追求那個 不要追求太新的東西 我自己是這樣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保險就好了 齁 所以我就會用這種 轉盤機械式的 它就很安全 然後我們用了這麼多年 它大概 兩年半到三年 也許三年半 它可能就壞掉了 齁 沒有辦法 現在東西沒有 現在沒辦法做到 用切八重的 齁 你又手機也一樣 但是它壞掉的時候 它就是不加溫 它不會煮魚湯 這支的優點就是這樣 齁 你如果不放心的話 再加個主機 裝在一起就很安全 齁 齁 好不容易冬天的 它涼快一點 它比較舒服 阿如果龍魚的話 大龍 四十公分以上的大龍 四十五公分以上的大龍 也是保二十六度就好了 二十五、二十六度 發射最漂亮 齁 但是如果你是小龍 三十到四十的就二十八 阿如果是三十公分以下的小龍 就保個三十度好了 因為小龍的新陳代謝比較高 阿還有龍 小龍都在水面 其實把它返回原生態的 讓你去聯想 小龍為了躲避大龍的 大魚的攻擊有沒有 它就是躲在比較水面 而且在比較有草叢的地方 它已經在印尼、馬來西亞了 水面 天氣本來就熱了 水面溫度又高 所以有些小龍 剛進口的時候 我們會保到三十二度、三十三度 讓它趕快恢復皮靈 那個 恢復體力 齁 然後增加它的新陳代謝 就這樣齁 那我平常那種 三十公分以下三十度 阿像羅漢的話 也是二十八到三十 阿紅元寶的話 差不多啦 二十八度就可以了 齁 阿金魚的話甚至二十五度 阿如果你是室外的那種 隨著天氣 像現在 白天二十三 晚上會更冷 所以外面的金魚加溫 我們只有加到二十度而已 二十度以下就開始牽制 給它一個溫度 讓它不會溫差太大的白點 齁 那隨著溫度調啦 阿天氣回軟的時候 可能就調二十三 稍微 大概就這樣 那跟大家推薦一下我們海王的 這個就是七十瓦的七百 然後兩百瓦的八百 然後四百瓦的九百 齁 好用耐 好用安全 保險 就這樣 齁 阿用了這麼多年才是這次最好用 好 掰掰